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奇卷報局》 又是我Marco 和大家分析這個星期的市況 其實這個星期就悶到睡覺了 你看成交就像樣的,每次都保持一千多億以上 但市場就超級雜幅牛皮 符合我之前所說,其實市場相對來說是比較牛皮的說法 不過我搏去做淡的話 暫時這一刻未分勝負,但在現在來說搏失了 因為基本上來說,星期一的時候我跟大家說過 首先第一,那個期指的範圍,我覺得是雜幅牛皮 預計下限波幅和上下波幅就大約25800至26800左右 我預計是這個範圍的,上下徘徊 所以這個星期來說,市門是預算的 但乘幅能徘徊,我就建議如果可以做淡的話 另外,就是在波幅區間頂的位置,大約26600樓上 建議大家可以去做淡的話做淡的話 即月份,宣冊就算這樣去博 就買即月份Longpool價外六百點 那你26600價外六百點,我當你買兩萬六千點齊頭 即月份的 的確,市況來說,在禮拜一跟大家說完之後 其實在禮拜二和禮拜三,市場曾經上過26600樓上 的確,那裡也是有一個很明顯的阻力 在26600樓上,就是我所說的一個區間波動高 真的有壓力回下來的 但問題就是,它的波幅,趕近今個星期來說 比我想像中更加之窄 它有回,的確有回 但是,26600樓上,我已經被你猜到接近頂的了 但它最低都是大約26300左右 那你選擇行駛駛,你選擇大約26600 即是他們的目標價還要加300點 之後,今天的市場都是悶的了 整體來說,比昨天高了一點 所以,通常在這些情況下來說 有幾樣事情要留意 一,你本身,你開職業,浪潑,價外 六百點,入的位置好,但又不到目標價 那怎麼辦呢? 沒有的,通常你入得這些,你預了輸了 這樣玩的 所以,暫時你那一刻,市場就升上去 不平衡住了,有得去,去飄了 輸了就算,去玩的了 除非它真正的轉勢 你又很肯定這樣,但現在不肯定 那你說市場的消息來說 其實這個星期,基本上整個市場是在觀望 觀望什麼呢? 你炒消息的,就說美國疫苗那方面 一,二,再,再,三,有些叫進展 那同時間,美國疫情方面來說 就不斷地,創新高,很嚴重 一開始來講,剛剛有那些疫苗的消息 其實市的確有稍微夾過去 但每一次出疫苗的消息 一次比一次,對市場反應的力度是弱的 你會見到的情況 那,接著來講 之後呢,市場就開始轉移去觀望 反而是美國真正的疫情的確診數字 因為真的很嚴重 怕捱不到 但是問題是,回香港的市場來講 就觀望著究竟疫苗和疫情 因為香港來講,最近來講 除了疫情開始的感染人數 就開始又開始,流感又開始爆發 幼稚園小學又可以停貨 那,即是那些人,我只可以這樣講 簡單來說,看市場都知道了 不太低通 但問題就是,市場現在牛皮了很久 又靠近了之前的阻力位 大約是26,800左右 7月份的電話是26,800左右 現在的情況來講 市場一行爆一爆就厲害了 所以,在現在的情況來講 再加上隱身波幅相對性 比較低的情況來講 如果你想做什麼狀況 我絕對是不建議的 因為現在的市場 其實你見到,在這裡 摩摩一塊東西 近期在26,800,268這個位置 牛皮了這麼久 你做short coin 它一爆 而隱身波幅又這麼低的話 你隨時隱身波幅又失去 你收的隱身波幅 你收的隱身波幅 你收的隱身波幅很少 不抵薄 而且它一爆的波幅很厲害 所以相對性來說 我會比較傾向 就是說 等它牛皮多一段時間 這樣可能會建議大家 去做兩邊廊的策略 但現在的一刻我還在等著 如果之前大約在26,600樓上 開了淡倉的 那有得去飄了 輸了就算了 另外星期三也有說一段 就是說 如果一個市場 再升穿 星期三那時候的頂位 基本上市場 是有機會 升穿 7月7號 122個頂位 26791 略為作為一個假打破的 有機會這樣的情況 所以 你如果真是未開淡倉 又想開淡倉 下一次 要做的話 就等市場 夾到上去 大約26750樓上 才抵薄的 就不是26,600樓了 暫時來說 如果你未開 你又想開的 你開大約 26,750樓上 去找位 去搏 去搏 然後設置指舍位 就是揚足修士星村 26791 就指舍這樣去搏 但暫時來說 我都是 觀望著這件事 究竟看一下 去爆比比 即是你現在的情況 你要去搏的話 你可以去三種做法 一 後告故 要是你放下指舍位 要是你就 預算半斤全部都算 這樣玩 第二種做法 等它牛皮多一段時間 隱身報復座 縮得低一點的時候 駁兩邊 這是第二種做法 第三種做法 什麼都不搞 等市場正式向上 突破266800樓 或者向下突破大約25800樓 這些位置 先送個勢去做trade 因為暫時來說 我不是很肯定 是爆向上 還是爆向下 我都在觀望 暫時來說 我們先這樣看著 OK 今天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接下來就下個星期一 差不多這些時間 再跟大家繼續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